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数字每一天都在变化 2019年12月31日 新冠肺炎防疫战在中国武汉展开 疫情的快速传播 引发了中国史无前例的 封城行动 我们自己其实说不怕是不可能的 谁都怕 因为是医务人员 穿上百大褂 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2月26日这一天 中国境外新增病例 首度超越中国国内 其中以意大利的疫情最为严峻 是中国之外全球最大疫区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尔 在瑞士日内网宣布了这一判断 引发全球关注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五国新增的确诊病例 剧烈飙升190宗 在3月15日这一天 马来西亚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累计达428例 成为疫情最严重的东南亚国家 面对疫病起源与解药不明 各宗教家呼吁信众 千诚祈祷 许多专家也慎重地呼吁社会 不再伤害动物 改为素食 祈祷是否真的可以 抚慰恐惧不安的心灵 素食护生究竟又能改变些什么 全球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大马次激情 那这三个月来 各国专家不断研究 却都还没完全摸清 新冠状病毒的完全面貌及特性 那新冠肺炎目前还没有疫苗解药 加上有关疫情的大量谣言 在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的流窜 加剧了大众内心的恐慌 那这年上人在今年2月17日的 志工早会上 表达对疫情所及的不舍 上人开始到 1999年台湾发生的地震 看到这样的灾情发生 那种的人伤我痛 是悲极无言 那如今这波疫情持续蔓延 上人说的是 悠极难言 那很想说的话 没有办法说 很心痛 很忧心 那是一种天地告急 来不及的心情 那面对特性未知 尚未有特效药的疾病 又该如何对症下药 今世灾难在眼前 警示觉悟是否抬头了呢 警察务务务务务务力 禁止群众聚会 也暂时关闭所有的宗教场所 暂时关闭所有幼儿园 政府及私人学校 停止一部分政府机构的运作 禁止国民出国 也限制外国的朋友入境 除了涉及基本服务的场所 其他政府和私人场所一律关闭 二月中一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有防疫措施 这一次第二波开始 我们的防疫消息 我们都已经每一天都在开会 来研讨加强我们的防疫工作 马来西亚分会 就是有三所的洗肾中心 我们也尽量把剩有的进出口 跟其他大德跟志工分开 就是避免一些交叉感染 病人本身他们的免疫系统就比较弱 如果这个病毒侵犯到他们身体的时候 可能他们需要的治疗或者康复的时间 会比一般人长久这样子 我们面对的一个挑战就是 我们防护品的短切 我想全世界每个国家都一样 就是口罩的短切 洗手艺的短切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的紧张 新冠病毒疫情持续升温 市场口罩供不应求 慈激马来西亚分会采取应对措施 动员志工力量制作布口罩 在选购合适的布料材质之后 志工开始投入布口罩制作过程 慈激之工陈碧芳曾在2003年 SARS在接月期间参与布口罩制作 即便患有眼疾 陈碧芳依然乐意承担做领头羊的责任 我刚刚摆那张眼睛就好像看久了车久了会不大舒服 因为我们是慈激之工慈激的人 所以做就对了 上人每次都说做就对了 随着政府实施行动限制令 关键的时期内慈激马来西亚分会全面配合 各地慈激环保站关闭 会议及活动取消 改为线上运作 职工也落实居家工作 不要击重 也不要到人多的地方 就是我们身体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 让我们自我管理 让我们的身体养好 增强我们的抵抗力 我们不受感染就会传给人家 所以顾好我们自己的身体 防疫第一药物 人人做好自我管理 宁可防范太过 也不可大意疏忽 自我严格的防备好之外 还要反思这一波疫情 是给予人类的启发 根据统计 一个人只要吃一餐素食 就可以为地球节省 1100加仑的水 30平方英尺的森林 20磅的二氧化碳 和一只动物的生命 如果一个人吃素一个月 将为地球省下33000加仑的水 900平方英尺的森林 600磅的二氧化碳 和30只动物的生命 英国经济学人 The World in 2019 全球大趋势的年刊中 直接指出 2019年是纯素之年 The Year of the Vegan 预测纯素饮食将成为主流之一 近年来各国的素食人口逐渐增加 并有年轻化的趋势 马来西亚也不例外 引述本地平面媒体 新洲日报2019年的一篇专题报道 马来西亚素食协会主席 拉吉吉玛西指出 非正式统计 全马已经有超过2000间素食餐厅 而且大马素食者 也比其他国家的素食者更加幸福 因为除了基本的三大民族素食之外 近年来素食也变得多样化 如今大多素食者 不仅仅是为了宗教信仰 更是为了维护大自然 保护动物 为了健康因素而加入素食行列 只要选择天然食材 均衡饮食搭配 吃素一样可以很健康 正在练习弹舟印度传统乐器 威娜的少女达莎娜 高中二年级学生 她在十岁那一年 做了一个连家人 都难以置信的决定 其实我妈妈带我去市场 然后我看到 这特别的狗狗 饮食鸡 所以它就不觉得正确 我们应该分享这个地方 所以我感觉我们应该 成为野党 比较吃野党 我应该说 我应该给了一星期 现在已经8年 她是维护典 她是维护典 但是维护典 有很多食材 它不太想吃 它不太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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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糕丝 和 丝囊 丝里 像一些人 它们有 用 鸡蛋 可以吃 所以 我们必须去找 鸡蛋 和 鸡蛋 鸡蛋 我们必须去 我真的想吃予牙 像小鸟 你在哪里? 在YouTube 所以所以我们必须学习的 因为我们的孩子 要吃 所以在家里 不是有问题 有关的 在家里面的问题 非常难 当我看到人吃 或者当我到过去 我真的想吃 但当我认为 根据英国BBC新闻报道 素食将有助于降低心脏冠状动脉疾病 糖尿病 中风和某些癌症的发病率 如果到2050年所有人都吃素食 每年死亡人数将减少700万人 而且如果每个人都以植物性饮食为主 约50亿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 将可以重新被修复成森林 到了2050年 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减少三分之二 因此无论是为了自己 还是为了地球生态 人类都必须加速行动 我们今天要送到小米 一定很开心 早安 早安 来 这个很大只的 哇 你可以每天看 对不对 对对 听身体念 天苦才能知乎 慈激志工庄刺虹曾是卖猪肉的小贩 转婚为素后 这次的疫情因缘 他决定邀约照顾户一起来响应 两个就好 这个访试的过程中 我们那一天 我们有走大概有十多个照顾户 大概有三位照顾户 他们是发应吃肠素的 这个不简单 这个非常的感恩 其中一位想应吃素的 就是李月英 他不只决定开始长期如素 也积极邀约亲朋好友 一起加速行动 接接接 所以我看到中国人的 积架 白鸡 鸡 什么 其实这些人有时候 人家国外来看来吃 其实是人家 现在看到每一个人几乎都会跑去签诉 只要我有做,这个动作只要我有讲 哪怕他不想,或者哪怕他没有持一生的数 他一天也好,他出一时也好,都无所谓 忍一时的口谕,开始如素,也积极推速 形成了一股善的力量 首次探测到新冠病毒出现的武汉华南海鲜市场里 被指出非法销售多种野味 而由此推断病毒来源可能源自野生动物 追溯过去,有野生动物或家禽 将病毒传染到人类而引发的致命性感染事件 也并非从未发生 其实在马来西亚,1999年发生了一宗 叫做利百病毒的感染事件 它也是从动物,就是株子感染人类 2003年SARS,另外一个冠状病毒 造成了世界的恐慌 SARS和MERS和新型冠状病毒呢 它是同一个家族,叫Beta Coronavirus 是属于RNA病毒 它的基因常常在它复制的时候变 这个是病毒的属性 它为了生存,它必须要找更多更适合的宿主 从这个种种的这个基因排列来看 这一个新型冠状病毒很可能是从蝙蝠传下来 许多野生动物物种可能是病毒的宿主 而蝙蝠作为唯一会飞的哺乳类动物 身上更是藏有大量不同的冠状病毒 蝙蝠与病毒共存的现象 就犹如大自然与人类共处的缩影 这场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 或许是大自然对人类不文明表现的一种警示 气候变迁 全球暖化 动物濒临绝种等愈发严峻的环境问题 将人类的眼球重新聚焦到保卫森林的课题上 世界自然基金会官网指出 森林占据了地球31%的土地面积 多达80%的陆生动物在森林里生活 然而森林的生态却因农业的开发 以及非法砍伐而遭受威胁 每年共有1870万英亩的森林正在消失 相当于每分钟损失27个足球场 人类就是当你一旦干扰这种自然界的环境的时候 我们是必须要付出代价的 森林是我们应该要保护的 它像海绵一样 当下雨的时候呢 这片大海绵呢 就会牢牢地把那个雨水抓住 你把那个树砍了 那雨水它只能流下那个地窝的地方 造成水灾 我们应该要和谐地跟他们共处 而不是以为自己就是在万物之上 当你很和谐地跟那个环境共处 那你本身也是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保护 所以我们要一定要有那种共存的那种意识 要化解环境危机 就必须要全人类的合作 人人应当以戒慎虔诚的心 腾息大地万物 与天地共生息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 有天主教 信度教 希克教等等 其中多数人信奉回教 又被称为穆斯林 穆斯林一天须做五次祷告 对他们来说 祷告是人和神的一次私密对话 因为我们已经有试图了 像在随着疫情 或者疫情 或者疫情 真的没有试图 至少祷告已经能够 让我们更开心 2019年底 源于中国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迅速扩散 2020年1月30日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疫情构成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接着于3月12日 定性为全球大流行 面对各国确诊人数持续攀登 面对人们的恐慌 不安的情绪 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 人人花出虔诚的心 用虔诚无私的爱 共振 上达 诸佛菩萨 诸天庭 表达 我们的诚恳 为这一波的 疫情 全程祈祷 现在呢 就是及时需要的 上人呼吁说 每天一点半 要集体的来祈祷 所以我们就决定说 一天可能分两个梯次的祈祷 就是一点半 还有就是在晚上的九点 透过这个平台 一起同一个时间 祈祷 要相信那种 共善的力量 那个力量 就是一个磁场 慈祭之工邓优化 每天都跟两名 分别十二岁及十岁的儿子 一起祈祷 邓优化因为两名儿子 曾经就读慈祭幼儿园 而长期活跃于 大爱妈妈活动 这次疫情 慈祭活动取消了 他一直在思考 除了担心 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 我们没有活动可以去 因为以前好像大灾难来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去外面募行募款 我们还可以去付出一点 自己的真的是可以去做到的 跟人家劝募 这种行动 我们可以去做 可是当这个疫情来的时候 你好像感觉到 你不知道要做什么 然后又不可以出门 我就把我的跟孩子一起祈祷的画面 拍一张照片这样发上去 因为我们都没有办法见面 我有做我就拍 你有做你也来拍 然后慢慢大家就来彼此鼓励 然后就慢慢大家也知道 哦原来我们也要来做 就是要人人心向善 因为祈祷之前妈咪会给我们看 关于有这个疫情的 影片跟实在上的一个开始 然后才给我们祈祷 就是要感恩这些医护人员 医好这个病人 然后给他们的病不会再传播 还有感恩这些 现在很多人都配合次数 给这个疫情不会再散播 灾难当前 祈祷是否真能阻止疫情的扩散 众人汇聚的善念 能否改善目前的情况 其实早在1994年 日本的一位科学家江本胜 针对人类意志 对水分子结晶的影响 做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 2003年7月25号 江本胜博士 将一瓶东京的自来水 放在办公桌上 并且拍摄下来 他的结晶状况 可以说非常的丑陋和扭曲 然后打电话 给几千公里之外的 两百多人 试验开始 这些人于是对着东京的方向 以爱和感恩 这样最美好的信念 为几千公里之外的 这瓶水祝福 结果原来惨不忍睹的 这瓶东京自来水 竟然完全改变了 结晶的形状 变成了这副样子 人类伟大的爱心 不但可以超越时间 还可以超越空间 一次又一次的测验 反复地观察和记录 只为了见证 善念的存在与力量 而正因上人 不间断地 呼吁众人虔诚祈祷 其实就是要凝聚 你我的善念 让善念产生共振 无独有偶 拥有多元宗族文化的 马来西亚里 绝大部分的宗教 也深信着 祈祷的力量 Sweaga 祈祷全世界 it is the vibrations we are sending out positive vibrations when someone receives positive vibrations they Benefit from the positive vibrations that is the power of prayer K 거예요 so we pray the more we pray the better they will so the prayer will answer and we as the hindus we believe praeast is the best to save us to save everyone ления 护手 不要去煩惱 日常生活 要做些祝福 祝福 Buddha说 做好 不要做任何惊事 不要去煩惊 你的心 一部分的祝福 是在一组的路面 在一组的路面 这些比赛 最大的负责 那些是在一组的路面 那些是在忍忑的原因 尤其是在疑问 那些人在困难 那些是在困难 那些是在困难 那些是在困难的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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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是一种力量 一种祝福 更是一种爱的传递 要祈祷有效 我们的身心必须安住于当下 这份善念的共振 就足以上达诸佛听 让我们一起祈祷 愿世界和平安宁 今年3月16日的志工早会上 正言上人再次与众心长的期盼大众 要持灾推速 因为如数是挽回灾情的唯一方法 那不同的宗教 也以共同的方向来祈祷 他们都相信用这一面心来祈福 让疫情快快的消灭掉 正言上人呼吁大家 要相信 要真正的认同 要共同一心 持灾持戒 把爱的能量汇合起来 千称祈祷 速食互生 不能再指使口号 今世灾难在眼前 今世觉悟抬头了吗 这答案都在你我心中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会 每次听到上人 深深的呼吁说 我们自己不心觉 是没有办法 但是上人说 他已经讲了多少年 他说他从SARS开始到现在 已经讲了如数 都已经讲了十多年 如果说 每一个人不给上人力量 我想 都是停留在口号 2011年 第一次参加进食 人文赢回来 我那时的愿就是 推速食 因为我是医副人员 可能我去推速 说福利比较大 只要哪里需要 我去讲速食 我一定会去推速食 我一定会去推速食